在教育階段 我們今天學生來學校收教育 真的不是只有讀書而已 不是說只有讀書跟考試 因為我們今天受教育的目的 是在培養這個孩子 這個學生將來出社會 適應社會的能力 如果他連掃廁所這樣的事情 都認為說我外包給人家 我有錢就可以當大爺的話 那他將來他的出社會的價值觀 他可能會覺得說 因為我有錢所以你可以 你要聽我的 因為我有錢所以我可以怎樣 我覺得這個在這個 特別是求學階段 我自己是不太贊成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還是比較贊成就是 廁所的部分有外包 然後給清潔人員來掃 因為本身就是因為 學校可能就是因為 廁所就是比較容易掃不乾淨 所以就是特別要外包來掃 那至於其他 學校其他地方 基本上都是 每個班都還是有分配打掃工作 然後有學生自己去掃 我其實是認為說 讓孩子做一些打掃的工作 是一件好事啦 我們孩子除了會念書之外 其實他的生活態度 工作的能力其實是比念書要來的重要 那很多家長也會抱怨說 我們教育為什麼都沒有教品格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種品格啦 所以我是非常支持那個科癖所講的 就是說應該是要讓孩子有一些 在學校學習這些除了念書以外的事情 花錢外包清潔公司 那並沒有用到政府的公務預算 那也是家長願意自己拿錢出來 然後那對於清潔公司來講 他也是自願來 所以就是說 這件事情從頭到尾都是自願的 清潔公司自願 家長自願 然後學生也樂觀其成 所以並沒有傷害到任何人 對 那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從哲學的觀點來看 我自己是認為說 有些東西不是錢能買得到的 今天如果說 你今天花錢就可以 請人家來幫你掃廁所的話 那你要不要花錢跟全校 就請人家幫你掃算 打掃本來就可以培養衛生習慣 然後還有學習負責 就是每個人有自己的打掃區域 那我們學校就只是廁所的部分外包 那至於其他地方 也是我們學生自己掃 並不是說就是全部的區域都是外包 因為所以一方面 可能廁所的地方 比較需要整潔 那就外包來掃 那另外教育品格方面 我們學校其他地方 我們學生也是有自己做打掃工作 所以我覺得兩者都有堅固到 我看到有一些校長也很努力 他們早上都會去拔一些雜草 或者去做一些打掃的工作 就是校園其實是大教全校 所有每一個分子的 不是只有學生的校園 我知道有學生反對這個掃廁所是 因為他們認為是教條 好像就是說老師叫你幹嘛你就要幹嘛 校長叫你幹嘛 我完全反對 所以我自己主張是 像我們以前當導師的時候 分到 這學期分到我的班級掃廁所的時候 我都馬是帶著學生去掃 一定是老師帶著 然後我們也會去檢查 學生掃完如果掃不乾淨 我們導師看到也會 下去跟學生一起把它掃乾淨 所以這個學校老師態度也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是一副就是說 反正今天就是學生要做 然後老師都完全不管 然後也 但當然學生這樣會反彈 這是一種 我剛才講這也不是一種共善 所以所謂的共善是 老師帶著學生一起去把這個 校園的清潔維護得很好 那這件事情 如果大家是以這種 公民社會的態度來看的話 那何必需要外包呢